大家好,我是頂固的 全國投幣大家好 我是頂固的 歡迎收看今天早前五月 那我們先看今天台語的大盤表現 台語的大盤行程開高 正常走低 到今天收盤 幾幾乎乎 收在今天的最低點 壓回個42點 量能擴大到1200多億的量 那畢竟我想針對這個禮拜的台股大盤 今天剛好收週限 等於說這個禮拜整整一個禮拜 天天做拉回 連續5天拉回 等於說這個禮拜收週限 是收跌個100點 連續5個禮拜漲之後 這裡禮拜壓回個100點 那畢竟我想在這個禮拜 我們在每一天的這個節目當中 特別都問各位一句話 如果說各位 你一直買一直買 這樣到底對不對 那之所以我們就是說 為什麼會問各位這麼一個問題 就是說我想一般投資散戶投資人員 只會買而不會賣 不管是說你有獲利的一些個股 會買問題拉高到什麼點 你要去做賣 會買不會賣 甚至包括像套牢的一些持股 賺錢就不賣 那相對應來講套牢的就更不賣 就更不賣 那這個是之所以我們就說 就是說在近期 從上個禮拜以來 我們就每天跟各位強調 這個盤 畢竟 在上個禮拜 禮拜三創高到這個10971 已經逼近到 逼近到這個 這個1萬1千點 整股心理關卡這個當下 那等於說 我們在這個階段點特別 給各位操作面的建議 目前趁他在情形 也叫高檔震盪 那高檔震盪 我們就請各位提高你的警覺 來做到賣股 降低各位這個持股部位的這個動作 那為什麼我們在近期都特別特別跟各位強調這個賣的一個重要性 畢竟等於是說為什麼要做賣 因為畢竟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不過跌42點 指數算是拉回不大 拉回不大 那問題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今天全部上市上會公司 拉回的這個加速高達1226檔 比如說超過八成的這個個股 大盤也不過小跌一個40幾42點 那問題超過1200多檔個股是拉回 尤其盤中很多個股 動作一拉回就超過半根停板以上 那所以說我想就是說 在這個接觸點我們更凸顯出 近期我們在這個禮拜 尤其我們在相關這個 不管是說LINE AT的分享 或者說我們這個FB社團的這個相關個股的一個分享 我們在這個禮拜 都是分享各位相關 陸陸續續產生賣訊的一些相關個股 那賣訊產生我想請各位 股票沒有那個天天漲 漲多它還會形成就修正拉回 那我們就說趁它形成一下漲多之後 短多賣訊產生 那我們在高檔 高檔先賣一趟 先賣拉回再買 我想這樣子你的獲利的價差 會更大一定會更大 那所以說我想我們在近期 為什麼我們不斷跟各位強調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我想各位不妨看一下 包括透過這個工具的一個協助 我想我們在每一天都跟各位做強調 一套好的一個工具 除了能夠協助各位 針對精確的一個選股 多空 我想這個每天 早上九點鐘一開盤之後 工具就會快速精確 來協助各位精確的一個選股 每天開盤不久 九點出頭 就會針對 當天產生是訊號的一些 多空的一些個股 我想這檔數不多 一檔到兩檔 一個直接的一個鎖定 那除了可以幫各位選股 那另外針對每一檔標的 我想任何一檔個股都一樣 每檔標的都在走他自己的循環 買賣點的循環 那相對來講就是說 針對不同個股 買賣點這個訊號 我想這個工序 都能夠在第一時間 什麼時間該做買進 什麼時間該做賣出 買賣 價位都是清清楚楚 這個就是說 你透過這工具 就可以來掌握住每一檔個股 他的一個買賣點 那另外針對這個盤式的一個掌握 尤其說針對這個大盤 為什麼我們在進行一路請各位 要去做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因為股市我想不是說 絕大多數我們這個分析 分析同一位老師都每天 今天建議這個叫你去買 明天建議那個叫你去買 你一路買一路買 那畢竟我想我們不是外資 有無限的這個資金 我們都是散戶投資朋友 那你不完成一個叫賣的一個動作 有買有賣 你該獲利的你做一個獲利 那相對來講 你哪來這個新的資金 我去往這個新的個股 來做個移動 那畢竟這個結合鳥 為什麼我們強調特別強調這個賣 畢竟包括就是說 以這個台股大盤 透過這工具 比如說在上個禮拜禮拜四 短多的一個賣出訊號 禮拜三做創高 禮拜四短多賣訊已經產生 產生那個後續我想 近期在形成比較高檔震盪 那這個高檔震盪 我們就說陸陸續續就請各位 針對賣訊產生的這相關個股 請各位一定要匯買 你也要匯賣 賣掉之後把資金做個回收 降低各位你的持股這個部位 那我想以大盤 整個大盤來講 短多賣訊在上個禮拜四已經產生 你這個點位都還碰觸過好幾次 你都可以去做到成功 做到出場 就像今天這個高點 也都還在這個賣訊 10918之上 你都還可以賣到 另外針對就是說 這是短線的 針對波段的一個部分 其實這個台北大盤 這個波段 從買點在這邊產生 這一盤這個記憶性款盤彈上來 到昨天 昨天他連波段的這個賣出訊號 波段的賣點也一樣做一個產生 那我想這是比較 這個拉回的時間會比較 稍微長一點點 那等於是說 無論如何請各位 因為畢竟個股走勢不一樣 那你說你有這個工具 可以針對不同的個股 它的不同循環 它的位階 來直接協助各位 什麼點位 你要去做一個賣的一個動作 我想這個工序 都可以很輕鬆的協助到各位 那近期我想我們在 主要是我們在近期 就是說我們在從上個禮拜 有鎖定分享各位一些 你可以來買進一些短多個股 那至於就是說 這個禮拜開始 我想我們天天 分享各位的這些個股 都是屬於賣訊產生的相關標的 目的無他 我們分享各位這個賣訊 我想希望各位 你會買也要會賣 那你不要說你的相關持股 報上去又報下來 一切都是枉然 等於說你是竹籃子打水 你好難得這樣拉高上去 你不賣 不賣又報下來 報下來你這樣實際上結果 你的獲利會做到大幅度的一個侵� 那針對這個工序 我想我們在近期 很簡單送給各位這四個字 敢買敢賣 什麼個股你敢買敢賺 什麼個股你敢買敢賺 什麼個股你無論如何 你要去執行這個賣的一個動作 畢竟標股在哪邊 我想這個工序都可以很清楚 告訴各位 往上標往下標的這種個股 那有套勞持股 我們每天呼應各位 尤其我們在這個禮拜禮拜二禮拜三 都還特別開放我們投資看完 你的相關持股 我們幫各位來做個檢視 他的位階 那建議各位 該賣你無論如何 該賣你還在做賣的一個動作 不要說一套了 你就自私不理 自私不理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我想現階當中說是小虧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後續我們不樂意去看到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你都不執行停損 那後續我想 就一路越套越深 那甚至到後來我就變成股東了 一虧就是幾十% 腰斬的一個實際上狀況 這是我們最不樂意去看到的 所以說我想在這個間點 我們一樣老話一句 重複 該賣你只要做賣的一個動作 那近期我想 我們就說在近期 一樣透過這工序 每天針對哪些產生賣訊的相關個股 我想我們就依然 都有在我們這個FV社團 在早盤9點多 10點多左右 都有跟各位做到這樣直接分享 賣訊產生的一些相關個股 包括歐老師我們在今天禮拜五 今天禮拜五我們一樣 在早上這個9點42分 一樣針對今天產生這個賣訊的相關個股 一樣各位你都可以到我們這個FV社團 去做一個好好的檢視 因為這些個股我想這就即將產生賣訊 然後我想這個在昨天的線圖 這個訊號都已經即將做個產生的一些個股 2338像光照 賣點在這個31塊4 上來1塊4 那變成說到今天 到今天一拉回 拉回到29塊2 幾幾乎收到今天最最低點 一趟 會買不會賣差多少 6.3% 是光照的部分 另外一檔 5469的像漢尼波 賣點在42.85 今天一樣一拉回 6%多又不見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個就不斷跟各位做強調為什麼 你會買你也要會賣 我們就特別特別跟各位強調 為什麼這個賣的一個重要性 因為畢竟散戶投資朋友們 只會買而不會賣 我想你透過這個工序 該賣的一個訊號輕信輸出 以往是買點產生 那你買點產生拉高創高之後 在漢尼波在昨天都還在做個創高 那你創高相對應賣訊產生 你不先賣一趟 那高檔先賣 拉回之後再產生下一趟買點 你先賣再買會不會賺更多 我想這樣子 這個各位你是一路驗證 股票就是在走他自己的循環 那這個循環大概短線循環 大概是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那這個是實際 為什麼我們在近期 我們帶給各位的操作一樣很簡單 透過訊號 短波段操作 來打正周周賺10%的一個獲利 我想這個全面性 因為一買一賣的循環 從這個買點在這邊 賣點在這邊 一個禮拜上下的時間 把他的循環 一買一賣 有買有賣 才叫真正獲利 那你不賣不賣 今天就是6%多 那我要說我們再從禮拜二開始 我們在當天有開放這個 這個各位就做一個持股提前 那畢竟就是說 當天一樣我們分享各位 相關產生賣訊的一些標的 包括我們在禮拜二 禮拜二一樣分享 這個工具就是說 早上9點鐘一開盤之後 就幫各位去做鎖定 那等於說賣訊產生了這個個股 包括像我們在禮拜二一樣 分享各位這兩檔 8358像金居 賣訊產生在47塊1 賣訊產生我想一路這樣壓回 到今天今天已經來到這40塊2 今天一跌跌的7%多 一天還剩7%多 短短從禮拜二到今天 四個交易日不到一個禮拜 差了多少 你會買不會賣 差了14.6% 14.6%會接近15%的價差不見 這是為什麼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你會買跟你要會賣的一個重要性 金居是如此 四個交易日拉回14.6%不見 文貌一樣 在禮拜二當天賣訊產生在301塊錢 38.1 那當然的話 我們在昨天前天也都有跟各位做說明 很多老師帶各位又去用追價 就是說他突破這個平台 你去追 追了一個實際上結果 各位你透過這個工具 這個多方力道你就看得很清楚 你不斷不斷做個衰退 那相對 在禮拜二產生這個賣點 在301塊錢 那你會買不會賣 這工具第一時間就可以告知各位 賣點產生 賣點一出來 該賣你要去做賣的一個動作 你不賣 到今天 今天拉回到這個274塊半 短短也不過才幾天 三天 三天差多少 三天差了26塊半 一張就是26500塊 十張就265 我想這個相當恐怖的一件事情 這是 所以我們不斷跟各位做強調 為什麼要會買會賣 這是我們在禮拜 9月24號 禮拜 禮拜一 禮拜二相關分享這兩檔標的 金居一拉回14.6% 我冒一拉回 就是26塊半不見 那我們在禮拜三一樣分享各位包 像信邦 跟這個 6488這個環球晶 那畢竟我想 以這兩檔標的我想 從信邦的部分 賣點在128塊錢 一拉回 昨天又談4塊錢 今天全部吐回去 等於說 一樣一價差一差就差了7塊半 全面性這個都是錢 這個都是錢 那環球晶的部分 我們在昨天也跟人做說明 會買你也要會賣 那賣的時候我想 我們寧願賣錯 我們都不要去做一個報錯的動作 你賣錯 你只是少賺 那問題你報錯 像這個你一報錯 就是這種結果 一報錯 就這樣下去 金居這樣下去 短短4天差了快要前進15% 是這樣子就是說 我們就提供給各位 這樣操作性的一個建議 你已經賣錯 因為畢竟賣錯 你還要現金做回收 你想重新再買回來 輕輕鬆鬆 那問題你報錯的一個實際上結果 會造成各位 就實質上的一個虧損 所以我想說 我們在近期帶給各位相關操作 會買你也要會賣 那包括我們 我們在上個禮拜 相關分享我想這個 什麼時間該做買進 什麼時間該做賣 我們全面信 逐日都有在我們LINE AT 跟FB社團給做一段分享 那畢竟包括像這個 像上個禮拜三 9月18號 我們一樣10.05分相關分享 當天短多個股 快打短多個股 4968的利基 買點在這邊 147.5 拉高一個禮拜 30塊錢的獲利價差 超過20% 獲利換口袋 多用力道做衰減 賣訊產生在這個168塊半 賣了一產生 我想到目前為止 也看不到這個高點 相對就是說 你要去實現你的獲利 那畢竟 什麼時間該做買 什麼時間該做賣 我想我們這工具 都可以第一時間告訴各位 利息是如此 343創意一樣 買點在這邊 你就完成一個循環 18塊半的獲利換口袋 那你會買不會賣 又拉回 到今天 又差了個10塊半 一張又差1萬元 又差了1萬多 4000kw一樣 會買也要會賣 近期我想我們有特別針對 這麼一檔個股 這是很經典的一檔個股 當時為老師我們就說 為什麼要各位高檔先賣 雍智科 我們都有分享給各位 當天賣訊 208塊錢 200塊 你高檔先賣一趟 賣訊一產生 我們在第一時間分享給各位 後續一拉回 拉回46塊半 大概短短兩個禮拜的時間 到上個禮拜 上個禮拜四 買點訊號又做產生 你高檔先賣 高檔先賣 拉回又產生買點 你再做一個買回的動作 那在上個禮拜四 產生買點在172塊錢 一路飆 飆到222塊錢 你高檔先賣 避開46塊半的一個價差 買回來的後續 一拉又是50塊錢 一張又賺5萬 我想我們在昨天預告各位 今天賣點即將做一個產生 為什麼 我這個多方力道遠做一個快速衰減 昨天預告各位 今天賣點會做產生 果不其然 今天賣點產生在這210塊錢 那賣訊一產生 今天雍智科 盤中插一檔打到跌停 最多點來到100塊 一天插多少 插到20塊錢 一天一張插2萬 這個就是說 你有這個工訊 訊號的提示 什麼時間該做賣 拉回什麼時間該做賣 我想這個價位的清新舒服 什麼時間又該做賣 我想這個全面性工具 第一次人都會很明確 來告知這個相關這個訊息 那針對近期我想就是說 我們的操作就是很簡單 全面性根據訊號執行動作 一趟一趟的一個價差 我想這個都是以往的一個操作 操作就是這麼簡單 那畢竟這個接軟一點 我們特別跟各位強調這個賣的一個重要性 那等於說我想處在這個關鍵的一個時刻 大盤波段賣給在昨天做的產生 那當然話就是說 近期如果說各位你還有套勞一些相關持股的投資朋友們 在這個關鍵的一個時刻 針對你的一個持股 尤其我們已經跟各位講了一個多禮拜 高檔你要先賣先賣 拉高各位的現金部位 那畢竟等於說 你還有套勞一些相關持股的投資朋友們 那為了說我們就說針對我們在 這個禮拜 可以推這個短天期這個體驗活動 那這個短天期這個體驗活動 我們呼應就是說 很多投資朋友們 我們的粉絲朋友們 都來電來跟我們做分享 就是說 在近期大家都知道要賣 那問題 什麼點位要去做賣的一個動作 絕大多數的投資朋友們都不會賣 不知道要怎麼樣賣 那相對於套勞持股也不知道怎麼做一個營運 那等於說 我們在今天特別一樣提供給各位這個2加2 這個短天期這個體驗活動 那這個體驗活動就是說 你先加入入會2個月 我們再送各位2個月 等於是4個月的時間 那你加入我們這個活動等於說 你可以擁有 或者說我們在盤中 第一時間的一個買賣這個訊息 那另外 針對我們這一套這個智慧型這個操控軟體 會做個直接的一個護證 直接護證 那針對今天我們這個特別開放的這15個名額 15個 那額滿為止 那當然的話 我們現在這個禮拜 禮拜天 之前 禮拜天之前 完成登記動作的投資朋友們 那你要怎麼樣做登記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這個Lite 點進去 你做個登記 那登記完之後 我想我們限定在禮拜天之前 就完成這個登記的這個動作 預期就不後 那針對我們這個2加2 這個活動這個相關於短天期 這個體驗活動 你都可以直接來電 或者到我們這個Lite 來做個登記的下旬 好 今天你們告訴我 那祝各位假期休假愉快 下午見